教育部日前成功争取到40万名的中小学职员 列为第七顺位优先施打的对象 各县市立拼在9月1号开学前两周完成施打 花莲县政府教育处表示 7月3号起集请各校填报名册 包含正式的教师、职员还有代课老师、约聘雇人员等等 花莲县从幼儿园到高中职约有5000位职员 预计将在8号会诊完毕 教育部日前成功争取将40万名中小学教职员 列为第七顺位优先施打对象 花莲县府教育处表示 花莲县幼儿园目前已核定959名教职员工 高国中小者预估约4700多名陆续造册 但在大专院校部分 目前仅有从事防疫工作相关人员可列优先施打疫苗对象 教育部已先请大专院校开始造册 持续争取让大专院校7万名教职员也能达到疫苗 现在教育部请县市政府协助高国中小及幼儿园的造册 目前造册人数以幼儿园来说 已经核定959名的幼儿园的教职员工 那另外高国中小现在正在造册中 就花莲县政府教育处预估 大概会有4700多名的教职员工会列入造册 第一次造册主要的对象是以110学年度会在学校的教职员工为主 那这一次没有列入造册的人员 例如110年度之后才开始聘用的人员 或者是客服老师开学之后才开始聘用的一些教职员工 如果说在第二阶段造册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聘任的话 就可以列入第二阶段的造册名单里面 再提醒学校幼儿园的造册时间已经截止 国中小的造册时间是到7月10号 高中的造册时间是到7月15号 那第二阶段造册时间高级中等以下学校 包含幼儿园都是在8月1号去做第二阶段的造册 所以再请学校特别注意学校新进的人员 以及相关的造册人员是否符合资格 再请学校特别留意造册的时间 本次高国中小制幼儿园造册 以常驻校园确实会与学生有接触风险的人员优先 包含学校在职专任兼任教职员工、校内工作人员 而学校志工、课后人员等则列入第二阶段对象 预计在9月1日开学前14天要完成第一季接种 将安排华链线13厢正式快打站做接种 教职员可选择居住地就近接种 不一定要在工作地避免跨区感染的风险 记得蒋邦彦,华林士报导